那实际上今天我们学会就是佛教导我们 教导我们什么 要走觉悟之路 为什么要走觉悟之路 众生今天是所以痛苦 就是因为我们很多事情 对这个世间的很多事实的真相 都没有觉悟 很多事情我们都不在觉悟 对于这个一切的万法 这个世间的人生的世间的真相 我们很多都不觉悟 都是在迷惑当中产生了对事人物 有很多的执着 有很多的烦恼 所以今天我们的烦恼都是从哪里来的 很多我们的痛苦 我们这个六道轮回 最苦的就是三二道都是从哪里来的 都是从你的迷惑而产生的 所以今天我们学佛在日常生活 我们心中产生的困惑 就是这个原因 导致我们有很多不如意的事 导致我们有很多不如意的想法 导致我们有很多不如意的感受 在顺境当中起了欢喜 但是又怕失去 在历经当中又感觉又厌恶 这个就是我们迷惑 产生而种种苦的现象 这个都是我们的现实 而且这些痛苦都是我们从哪里 从我们的迷惑而来的 如果今天我们觉悟这个现象都没有了 所以今天我们学佛目的就是什么 都是用佛法来教诲 来化解这些烦恼 用什么方法呢 做觉悟之路 因为我们一定要知道 虽然佛法所说的方法很多 但是没有别的 全部都是在教我们什么 来化除我们的烦恼 如果烦恼没有了 自自然然 人就不会活得这么痛苦了 所以今天那位苦虫 还从自己来的 任何一个人是没办法让我们痛苦的 无论是谁 无论是什么样的境界当中 没有任何一个人能够让我们活得很痛苦的 都是自己与之感召来的 就能够抱 今天有人骂你 但是你觉悟 你会生气吗 不会 今天有人嫉妒你 让你活得很辛苦 你会不会辛苦 不会的 今天有人来批评你 侮辱你 伤害你 毁谤你 你会不会以这个影响来让你活得很痛苦 不会的 这个就是学佛的好处 因为学佛就先叫我们学悟 你学悟了 你不会被这些的人事物的种种的被迷惑了 被影响被困扰 不会的 不会被这些境界而来所转你的生活 而且你能够从这个境界当中来转介你的生活 这个就是学佛的好处 所以在遇到什么样的境界 你要学得怎么样 学得怎么样来转这个境界 这个境界来了 怎么样把它转 转成什么 转为自己的功德 这个就是学佛 不要把外面的境界转成自己什么 自己的障碍 自己的业障 自己的烦恼 那不是学佛 所以今天我们为什么学佛不能得力的原因 就是这个 学佛之人 真正学佛的人 天天看到境界 遇到什么样的境界 都是如如不动的 都是天天在转这个境界 所以你想一想 我们在西方极乐世界多好 真的多好 也不用麻烦 为了这样事情天天去转 因为你在西方极乐世界 你那个烦恶起不了作用 你不会花这么多的时间来搞这个事情 你天天只有进步没有退步的 那我们该怎么办呢 下面你就看你就知道了 下面我们看到中风果是教我们应该如何去学习 化除我们的烦恶 这个很重要 这个非常的重要 而且最后下面这两句 这两句是一个关键 是一个重要 中风果是要我们这一个方面去用功 去学习 怎么用功怎么学习呢 中风果是告诉我们 沉重了自新 怎么了呢 这一句话中风果是说的 这个地方说的比较高深的一些 真的 中风果是从这个角度让我们提高我们自己的境界 怎么境界呢 为什么呢 中风禅师啊 没有教我们信愿念佛了自新哦 你有没有去留意一下 中风果是没有讲 没有说信愿念佛了自新 而说淡相沉重了自新 这一句话让我们提高我们自己的境界哦 所以很多人对这一句话 有人会说 很多人会说 特别是我们念佛的人哦 念佛不是以信念为先吗 以持明为主吗 不是这样吗 很多人都会这样讲啊 我们不是以念佛为先吗 以持明为主吗 当然了 当然是要这样的 但是我们一定要知道 你那个幸运持明 你要在哪里培养啊 你今天所讲的 我们要深信净土 我们要发愿念佛求生西方解释的实现 你那个心愿要在哪里培养的呢 你怎么培养 中风果是叫我们啊 在日常生活中 你要培养啊 持明的行驶 要如何跟我们在生活能够融合而已呢 这个我们应该要知道的 对不对 是我们更需要来学习的 那怎么学习呢 怎么样培养呢 心愿是怎么样的培养 然后我们持明这句名后 要怎么样跟我们的生活能够融合而已 所以佛法 是在哪里培养的 怎么学习呢 下个星期再跟大家来分享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